快要過年了 但是俄羅斯顯然要烏克蘭不好過 從四面八方瘋狂發射巡弋飛彈 約120枚 巫國各地空襲警報聲不絕於耳 包括基輔在內好幾座大城市 傳出震耳欲聾的爆炸聲 俄羅斯宣稱有用不完的飛彈 不過烏克蘭防空部隊發揮作用 畫面顯示烏軍成功攔截 迎面而來的飛彈 無方宣稱總計攔截了 烏軍發射69枚中的54枚 而16枚瞄準基輔的導彈都被攔截下來 不過某射防空飛彈會使鄰國遭殃 白俄羅斯就在境內擊落了 一枚烏國的S-300防空飛彈 白俄認為事態嚴重 召見烏克蘭大使表達正式的抗議 基輔方面也表示將展開調查 而針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提出的十項和平計劃 主張恢復烏克蘭領土完整 要求俄國撤軍並且停止敵對行動 克里姆林宮正式回決 表示基輔必須承認 莫斯科佔領四區為俄羅斯所有 才可能結束戰爭 而最新消息傳出 俄羅斯總統普丁將在30號 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舉行視訊會談 將討論一連串雙邊和區域的安全議題 記者綜合報導 早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